各位大家好,我是Dixon 昨天拍了一段影片之後 有同工有問 其實可不可以試一下Explain Everything 想加這個PowerPoint或者PDF 其實都可以的,我現在就教大家做一次 我現在就出到畫面 開這個Explain Everything 開一個新的專案 也是一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怎樣加呢? 那首要的就是去現在我紅色的位置按進去 然後你見到文檔 那文檔那裡按下去的話 你就會見到Itunes File Sharing 那你首先呢 你做這一步之前 你一定要用Itunes的軟件 將iPad連接在電腦裡 然後拉這個file 下去Explain Everything 那你就可以 開這個file裡面 你就會見到有個PDF 還有PowerPoint的 那我先試了PDF 那如果我按了PDF file之後 然後我就Import進去 那Import進去的話 它就會問你 你是不是獨立投影片 那我通常都會獨立投影片 那我自己呢 當我按了下去之後 然後你就會看到 那這裡就有26頁 那我就在這裡 不斷在這裡跳過旁邊的話 就可以看回 相應的頁數 那你見到其實我自己都在做東西 那這裡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是PDF的話就是這樣的 好吧 那我們接著就試一下 不如試一下PowerPoint 那PowerPoint又怎樣呢 那PowerPoint又是開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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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到左上角那個 的file 或加號那個位置 一樣都是文檔的 那去到Itunes file sharing 的話呢 然後我就試一下PPT 那我就Import進去 那通常我PowerPoint 那我自己拌下去呢 都是獨立投影片來的 因為下去就會方便些 OK 那這個呢 就是昨天呢 跟那些中六同學 補課的時候呢 用到一個PowerPoint來的 那下去可能相當大一點 但是都可以看一下的 OK 那其實主要的做法 都是這麼簡單的 那我接著呢 就是插入了 插入之後呢 你就會見到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總共有13版 那你要見到呢 那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OK 不過呢 我就自己呢 喜歡呢 就是其實呢 插入一些JPAD 進去好一點的 因為有時候呢 你的PowerPoint 插入去Explain Everything 那時候呢 有機會走位的 那我通常呢 我自己呢 就會 放一些鏡子 就是把PowerPoint 轉做這個JPAD之後呢 一張張圖片這樣貼下去呢 反而就方便一些了 那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幫到大家的時候呢 明白到究竟怎樣可以 在Explain Everything裡面呢 就加入這個PDF 或者這個PowerPoint 進去啦 希望幫到大家手 拜拜